我国连续两天创下新冠肺炎零本土感染的记录 今天破功了 卫生总监诺西山宣布 我国出现了13宗的新增确诊病例 8宗是境外输入病例 剩余的5宗是本土感染病例 本土个案当中有3个人是大马公民 当中2个人是患有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沙拉穴病患 另一人则是在吉隆坡开工之前 接受检测时发现确诊 另外今天再有12人康复出院 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此外诺西山也在汇报会上宣布 由雪舟沙灯农业博览馆改造而成的临时医院 里头的最后一名新冠肺炎病患呢 今天是康复出院 而这也意味着这座主要在接收非法外劳的 大马板方舱医院工程身退结束任务了 从3月25号起投入运作的 大马板方舱医院即将在下个星期三关闭 卫生总监诺西山在立场汇报会上披露 这座临时医院在过去三个多月 接收了超过1300名症状轻微 以及无症状的患者 较早前卫生部长阿汉爸爸也在社交媒体面子书发文 透露自己今天去到了方舱医院 见证最后一名病患康复出院 贴文当中部长也贴出了 与一众医护人员的合照 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